画树皮文化 然后利用这种天然的美 稍作加工 做的那种天然合一的那种感觉 我从小就接触画树皮 家里呢也会经常出现画树皮的一些器皿 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内向 就总喜欢做手工的东西 后来我就越来越觉着画树皮这个材料 可塑性皮肠强 对我一个女孩子来讲 比那些木雕根雕要好弄的很多 然后逐渐逐渐就爱上它了 做这个画树皮工艺吧 工艺要好 你的活要细 这是最基础的 更重要的是 你得有一定的韧性和耐心 有一些作品可能要很长时间 小到几小时两三小时长到几年都有 因为画树皮文化呢是一个小众的文化 刚开始拿出去的时候很多人不认识 拿着我哪做的那些盒啊 罐啊 还有一些工艺品就很多人问 这是什么呀 纸的吗 竹子的吗 就是很多人没见过 然后我就给它普及我们北方的这种少数民族文化 画树皮文化呢 是我生命的全部 从我二十三岁做工作室到现在 已经二十多年了 画树皮文化呢 我是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了解它 更多的人来认识它 喜欢它